两久之后 楚天阁才大声道 好 我西楚愿赌服输 两份赌注 现在就奉上 笔墨此后 君北月冷声道 侍卫立马送上笔墨 楚天阁当众挥笔 寥寥几笔 便称军令 令三界之兵收到此令后 立刻退兵 正要收起 君北月却冷冷提醒 劳烦落印 楚天阁只得恨恨 掏出虎笔印章 狠狠盖下 立声道 来人 习送三界之地 哈哈哈哈 西楚降王 果然是言而有信啊 天徽帝大喜 忍不住开口 楚天阁也不是输不起 大方做了一 又立马落笔 呈欠条一份 自掘取了楚飞燕的印性盖章 他亲自起身 双手捧欠条 朝紫情地来 药王妃 此次一睹风采 在下佩服 紫情大大方方 售下欠条 先瞅罢了 药王 恭喜 楚天阁说着 谋中掠过一抹音质 他一转身 四面八方恐怖的 嘶鸣声 顿时传来 怎么回事 是狼群 弓箭手听令 君北月第一个反应过来 护着紫情 立马翻身上马 谁知原本该守护的弓箭手 竟然迟迟没有出现 反倒是树刀立剑迎面冲天徽地射去 树刀立剑迎面而来 天徽地下的双脚发软 连逃跑都跑不动 幸好禁卫 急急来挡 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立剑如雨 狼鸣不断 黑衣杀手一个个窜出 一时间众人皆慌乱逃窜 场面大乱 在场的兵力根本无法抵挡 区域而已 已是死伤一片 来人 护驾 护驾 天徽地下的脸色苍白 惊声大喊 哪怕此时已经被数十侍卫护住了 他都还不放心 君北辰持剑飞落在他身边 一个侧身立马替天徽地挡下一剑 谁知天徽地根本不理睬 惊声叫道 北月 护驾 君北辰眸光顿冷 朝此时更故作厮杀的楚天阁使了个眼色 顿时所有的杀手竟全朝着君北月扶服而去 君北月一手紧拥子情 一手持剑 坑坑坑一声声挥下利剑 即便他远在天徽地之侧 却也替他挡了不少案件 可是天徽地哪里知道这么多 惊慌的连连大喊 北月护驾 朕命令你护驾 狼群剑与杀手 如此害人的攻势 他的弓箭队居然迟迟没有来 这分明是里营外河一场大阴谋 有人要杀他 有人要篡位 如果一定要在众皇子中选择一个可信之人 他必定会选择君北月 他不知道这个儿子到底有没有谋位之心 但是他知道这个儿子断然不会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只有君北月才能保他周全 一时间攻势全集中到君北月周遭 又是剑语又是杀手 再强悍的战神都无法迎接 更别说还要分心保护子情毫发无损的君北月 厮杀中君北月的手臂已连中两件 后背已中三件 子卿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每一次负伤都是因为他 若再这么下去 这家伙只会逼到弱势地位 可是刚刚当君北月将他从马背上抱起的时候 他紧绷的弦就松了 早就四肢无力 难以动弹 天徽帝那边的攻势早就弱了 就剩下三四名杀手 同侍卫搏斗 君北辰负伤还坚持同侍卫为他挡箭 可是他根本就分不清楚形势 不停大喊 北月快来救驾快呀 父皇 四弟保护四嫂不得闲呢 君北辰低声道 混账东西 韩子情重要还是朕重要 天徽帝怒声 刚刚还为子情骄傲 如今又立马翻脸 父皇莫慌 已经紧急调遣人马 就算是儿臣死 儿臣也不会让任何人动父皇一根汗毛 君北辰认真道 猛地上前一剑打下来右侧射来的利剑 天徽第一个机灵 连忙朝左侧躲去 看着君北月紧紧抱着子情 惶恐的脸上终于露出温色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右侧帐前传来一阵凄凉呼声 一时见众人皆惊 就连那帮黑衣杀手都停了下来 齐齐看去 只见一大群野狼正疗牙森森 血口恐怖地盯着他们 在狼群脚下 人和马的尸首一片 顿时全场寂静 就连君北辰都窃步 躲到侍卫身后 黑衣杀手立马撤退 楚天阁护着楚飞燕乐江 同君北辰并肩 大英前就两队人马 右侧是将天徽帝 宜妃 宣元黎歌 七皇子十皇子等人 团团保卫住的侍卫 和君北辰楚天阁他们 左侧便是护着子情的君北月和影子 欧阳彻等侍卫 一时间场面陷入僵持 无人感动 狼群吕谋悠悠 虎视眈眈 随时都有可能进攻 这群狼少说也有摆头 即便是弓箭手射杀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旦全扑上来 那众人可是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了 西京国不怕火的野狼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楚天阁低声道 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怎么办 君北辰焦急的说道 天徽帝 却死死盯了一脸严肃的君北月 寻求他的意见 不敢再大声 杀起 血行为如此之重 如此熟悉 自清眉头紧锁 即便是浑身无力 体内的鲜血 却忍不住沸腾 这种厮杀前的宁静 就是他过去每天都要经历的 对于结果的预估 他比任何人都来得要准确 以君北月的武功 他只能护一个人全身而逃 他会选择谁呢 此季中 为首的狼王突然向前迈出了一步 一时间众人呼吸顿志 欧阳静琴险些惊呼出声 幸好七皇子及时捂住他的嘴巴 而与此同时 十皇子张开手臂 护在了轩辕黎歌身前 轩辕公子是他邀来的 他绝对不能让轩辕公子在大舟受伤 轩辕黎歌静默地看着 冷漠的眼底略过一抹暖意 却终究是不动声色 随着狼王那一步的迈出 身后狼群竟像得到命令一样 朝四面八方开始分散 自清心惊 分明也察觉到君北月大手的僵硬 侍卫和弓箭手都还未到 而狼群一旦分散开 那便是攻击的开始 怎么办 大众皇帝 小王有一妙急 楚天阁低声道 赶紧说呀 天灰地下的都快要尿裤子了 让一人射杀狼王 将狼群全引过去 我们才有时间掏 楚天阁认真的道 这话一出 几乎是所有人都朝君北月看去 而与此同时 君北月也早有决定 他手握树莓银针低声道 英子 欧阳 护好你们女主子 声洛立马仰手 动作之大 立马引起狼群注意 而就在这个时候 银针标出 郑重狼王眉心 吾的一声凄惨之声 狼王应声倒地 这瞬间 天地间一切 似乎全都静止了 只有君北月从汗血宝马上 惊鸿而起 落在先前的马上掉头就跑 而一如预料中一样 狼群立马疯了一般 尽数思鸣朝他追去 无数的野狼从旁呼啸而过 子晴都禁不住毛骨悚然 他怎么都想不到 这会是君北月的决定 他大可以只带天徽地走的呀 楚天阁就算护着楚飞燕 以可全身而退 其他的人于他并没有多少意义 狼群在呼啸 影子和欧阳侧左右 护在子晴身旁 动也不敢动 而汗血宝马似乎也被吓傻了 浑身僵硬 片刻而已 狼群便进入追寻北月而去 顿时全场空旷 天徽地这才缓过神来 惊声叫道 快逃 子晴眸光一冷 正要开口 随着汗血宝马却冷不防地掉头 直追狼群而去 子晴下意志 搂住他的脖子 影子和欧阳侧大惊 缓过神来 早不见人和马的影子了 峡谷之间 夜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只听马蹄哒哒 急驰而过 不过须遇 一生生凄凉的狼鸣 便从山岗上传来 随即 山谷中群狼齐名 这群狼一齐名 周遭几处山岗悬崖上 竟全都传来狼的鸣叫 懂得人一听便知道 这是狼王召集伙伴的声音 一时间 整个深谷飞禽走兽四散 似乎一场大杀戮即将来临 子晴趴在马背上 汗血宝马救助心急 比脱缰的野马还要狂躁心急 急驰的速度 是之前在猎场上的一倍 听得整座大山狼名四起 子晴暗叫糟糕 原本那批野狼就不好对付 君北月若没有杀死狼王 以他的武功 单独要逃还是容易的 可是如今 他当众杀了狼王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君北月惹了重怒 这意味着除非狼群全部死掉 否则不会轻易放过君北月的 如今他没有召唤山中的野狼 再不想办法应付 到时候就真是神仙也救不了了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 汗血宝马早就一枪护主 把他带到了这里 殊不知他早就双腿重伤 连行走都困难 他除了给君北月添乱 还能做什么 如果可以 他一定选择跌下马背 但是那代价是死 君北月值得他为之去死吗 绝对不值得 就在子清思索之际 汗血宝马突然缓缓地停了下来 这件 只见前面一道狭窄的石缝之后 竟是悬崖 而悬崖上群狼围攻 君北月早就落马 手指长剑一身戒备 死杀一出几发 而此时此刻 一半的野狼正回头朝他看来 无一汗血宝马惊动了他们 君北月一脸寒澈怒声道 你来做什么 子清眼底略过不悦 懒得理睬 又不是他愿意来的 谁知这个时候 汗血宝马居然不怕死的 连连丝丝丝低鸣 似乎在为子清辩解 他是笃定了 他救得了君北月 还是笃定了君北月能够应付狼群 他带你来的 君北月醋眉 果然是他养的马 他最了解 子清无辜地点了点头 余光撇向两侧山头 只见一头头高大的野狼 全都站了起来 意料之中的山中群狼都到了 君北月没有再说话 汗血宝马似乎这才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立马大气都不敢喘 一时间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寂静中 野狼死起笔伏的沉重喘息声 清晰地令人心惊肉跳 怎么办 君北月冷冷地看着子清 子清亦是看着他 彼此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说 岂会知道 突然子清一个翻身 跌落马背 一时间 所有野狼朝他看来 聊牙森森 不少都迈出了脚步 这个女人到底想做什么 君北月眉头紧锁 紧紧关注着山头 那头最高大的狼王的动静 狼王不动 即便野狼再心急 都不会轻举妄动 这是狼群的规矩 他熟悉猎场周遭的地形 故意把狼群 引到这个悬崖来的 下面是峭壁激流 即便是这批眼前来自西京 擅长攀爬的野狼 都无法追下去 这是他最不费力的逃生之路 谁知道汉血宝马 居然把这个女人也带来了 难不成 汉血马认为 这个女人可以救他 子清一来 他若落崖而逃 狼群势必会围攻他的 而如今 两人之间是百屁野狼 群狼不是傻子 他要接近他 势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此时此刻 那狼王的视线 就在君北月和子清之间来回 狼眼忧虑得 如同地狱里的凶兽 害人恐怖 子清在地上爬了许久 也关注着狼王 他当初在非洲草原里 同多少猛兽搏斗过 对于猛兽的悉性 比谁都了解 即便是虎豹 对人类都有天生的畏惧 这些狼至今不动 最大的原因 便是对君北月 还有所忌惮 能杀掉他们狼王的人 他们岂回不小心 他们是在等 在看 在寻找一个最佳的时机 一举撕了君北月 子清偷偷摸了几块石子 撇了一眼悬崖 嘀声道 王爷 让汉血走 他同他一样 相中了悬崖逃路 君北月立马会议 手中树梅银针准备就绪 冷不防吹响一声口哨 汉血包马对君北月 可谓是绝对服从 看了子清一眼 立马掉头就跑 而与此同时 狼群突然躁动了 君北月树梅银针 瞬间射出 前面树头野狼 手当其冲 当场毙命 子清十字暗标 要追汉血的几匹野狼 以命放当场 一时间 群狼皆蠢蠢欲动 逼后不断 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子清的判断是对的 他们有所忌惮 可是也就是这时 两边山头上的狼群 吸取了教训 一头头跃下 将子清的后路彻底堵死 见状 君北月纯盼勾起了一抹邪宁 大趣的 韩子清 你这是放汗血走 堵自己的生路 子清抬头看去 终于头一回对这个男人 露出张狂之色 冷冷当 他已经是我的了 死也只能死在我手上 别说是瘦 哪怕是人也不许染指 君北月看着他 唇喷的邪宁弧度 越来越大 这个女人终于把真面目露出来了 那么 一起战斗吧 接住 他突然立声 一把银白匕首 凌空朝他仰去 第一次同他进身肉搏后 他便取出这把珍藏已久的匕首 最适合这个女人的莫过于匕首 子清虽然无法起身 但他坐着一样有战斗力 他的双臂还不至于伤到没有力气 他冷冷一笑 一把握住匕首 而与此同时 君北月骤然腾空朝他而来 见状 山头上的狼王率先凌空扑下来 一时间地上前后两群狼接出五头 前后扑来 石头足以将他娇小的身躯淹没 狼王落在君北月后背 利爪尖锐直下 獠牙咬下 君北月猛的一震 瞬间就将狼王狠狠震开 而两侧野狼全扑后继 全都冲着他后背而来 君北月顾不上那么多 内力全都积蓄在长剑上猛的劈下 剑毛如破竹之势 打得子清身后 正要扑杀的狼群排山倒海而去 突然肩上獠牙咬下 随即毫不留情 撕走他一大块肉 他猛的运气 那位从双肩爆发出去 将背后攀咬的两头狼震开 眉头都不猝一下 立马落在子清身旁 就在他落地的同时 子清身上树头野狼 竟一并被扬开 鲜血四溅 一头头都是一刀刺心毕命 子清脸上身上血迹斑斑 他没有看他 紧握匕首 眸光冷冽直视前方 因为此时此刻 前面百鱼头野狼 竟同时扑来 如此排山倒海而来的场面 看到他一刻都不敢放松 谁知就在这瞬间 军北约居然一把揽住他的腰支 冷不妨将他扛上鲜血淋漓的尖头 冷冷道 安子清 你已经是本王的了 你的命死也只能死在本王手上 别说是兽 哪怕是神也不许染指 迎面扑来的是数百野狼 他们甚至急促分流出两支队伍 力所攀上两侧山头 急持着要从山上扑下来 所有的野狼都在奔驰 朝他们奔驰而来 他们已经疯了 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对他们毫不再忌惮 急促的奔驰是助力 是为了更有力的扑杀 然而直面这排山倒海的攻势 军北约居面不改色 一身火红奇妆早就被利爪撕得粉碎 肩胛上些些露骨的伤口血流不止 子清就被横扛在这尖头上 紧贴他伤口的腹部 早就被温热的血液湿透了 他倒吹在他背后 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听到狼群急驰的声音 惊悚骇人 犹如草原上急驰的狮群 震天动地 狼群越来越近 眼看就要扑上来了 就在这时 军北约竟然利索地收起了长剑 自清心惊 这家伙要做什么 剑是他的武器啊